大家好 我是譚琪琪琪琪 我是一個rapper、演員、主持人 KOL和老闆妹 我覺得譚琪琪是可以包含了很多不同的角色 可能其他的稱呼只不過是那個範疇 由於我自己很喜歡做slasher 所以譚琪琪可以給我這個能力 可以做到我自己很想做的事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極度感性的人 我發現原來我入行這麼多年 大家只看到我搞笑的一面 可能很多人覺得我經常嘻嘻嘻 不知我很多內心的一些事情 其實我童年裡面的成員都幾多 不止是爸爸媽媽的 還有爺爺媽媽、姑姐、工人 但又缺少了爸爸媽媽 他們有各自的生活 因為他們始終在我小時候已經離婚了 但始終爺爺媽媽 他們就好像一個朋友 但我會形容爸爸媽媽他們 像男女朋友 你最想他關注你的人 但他又不關注你 旁邊的人都很疼愛你的 但那個又未必是你最想得到他們寵愛的人 我小時候是沒有跟爸爸媽媽住的 我現在回想起我爸爸媽媽 其實都是很模糊的 很多事情都大著大著 可能他們又有各自生活的時候 對他們的畫面都不到 我們的對話都很少 我們這一代的原生家庭 很多都很有問題 因為現在的父母未必像以前那樣 如果我們不對 不要緊 我們繼續熬下去 忍吧 為了一個家庭 但90後的父母開始慢慢動搖 開始覺得不適合離婚 不適合我們再重建另一個家庭 其實單親的家庭也挺多 所以看起我們這一輩子 我自己也是單親家庭 那就變相 真的不知道怎樣去處理 他有缺愛 我也有缺愛 大家很焦慮 那就會吵架 其實基本上我由上一年開始 就決定跟所有的家人都斷絕了關係 是所有 就算是沒有東西的家人都斷絕了它 因為我覺得好像這樣對我舒服一點 我慢慢學會了怎樣愛自己 因為經歷了有兩年 我的情緒是非常之差 開始身體有問題 即可爾蒙失調 出斑 脫頭髮 睡不到 要吃安眠藥 我到那一刻就覺得不行 我不想那麼廢 我不可以這樣再下去 然後就逼自己 就逼自己找回自信 逼自己很相信吸引力法則 逼自己要許願 要真的拿回能量回來 逼自己做運動 或者出去做多些不同的興趣 學新的東西 還有斷了一些不適合的關係 原來那些人是會影響你的氣場 影響你的能量 這麼多年來一路毒害你 你是不是應該要踢走他們 踢走完之後就發現 很爽 爽到無論 就像你平時看Netflix那些爽劇 那樣 哇 女主角終於復仇了 那個感覺 因為其實人生是你自己 又不是他們 你不結婚 你不畢業 對他們有什麼影響 那你自己走一條你自己想走的路 而這條路也走得對 也走得順的時候 到時他們就會閉嘴 我想完新家庭 例如爸爸媽媽對我的影響 應該是他們令我更加堅強 更加獨立 因為我記得好像我小學 中學大學都是我自己選擇的 我通常都會聽我自己的內心 我自己想做些什麼 我就會馬上去做 接著我入行 我自己選擇 因為我未畢業的 我都是選擇先簽了公司 這是我的夢想 一條路我自己選擇 選水都不會哭 我覺得我也是有一點 是缺愛型人格 討好型人格 以及焦慮型人格 這三樣東西 都是來自原生家庭的一些缺失 我們要的愛 可能不是我們想 我們要的愛 是未必別人可以給到我們 可能我們要的愛 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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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覺得不夠不夠不夠 變相我們的愛是無底洞 但其實忘了一件事 就是你應該要給自己更多愛 不是應該要身邊的人給你更多愛 因為沒有人天生出來 會做父母 我以前覺得27歲 應該要做父母 到了那個階段 但不是 我到現在 30歲 我已經覺得 我還是覺得很年輕 我不知道怎麼做 如果成長期 我最想改變的一件事 就是 我想再表達多一點 我自己內心的看法 因為我也是一個很容易 很喜歡表達的人 因為我表演肉都很厲害 但那些可能是 純粹是一些 騰人開心的表演 我一直發現 其實我是不是應該要 說多一點 例如當時父母 沒有關心我的時候 是直接跟他們說 媽媽 不如你現在看看我這篇文 媽媽你不看 其實我是不開心的 因為我都很少見你 你不看的話 我會覺得 好像我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白費 或者可能我沒有表達過 跟爸爸媽媽說 你們可不可以陪我多一點 我覺得 爺爺媽媽的陪伴給我不夠 雖然他們都很疼我 但其實我最想是你們陪我 因為你們是我的爸爸媽媽 可能我入行很早 我接觸這行是十五歲半的時候 現在都三十三歲半 你想想經歷了這麼多年 有些什麼難聽說話 沒聽過 很難聽的 全部你們想像不到的 我都聽過了 不要緊 但我都會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 保持應有的憤怒 因為有時候 社會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你應該要保持憤怒 因為很多年 都有不同的記者問我 未來最想做什麼 或者我的夢想是什麼 但我從去年開始 有想過 其實我的目標是什麼 我想我最簡單 說一句就是大紅大紙 為什麼我會想大紅大紙 因為我會發現 原來很多人的聲音 是需要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去表達出來 而我很想做這個人 我希望2024 大家都會有所進步 和2024 Fighting 都可以看到 我們會發現 每次都會有長大的 這次都會是 很清楚 做出的 我們會看到